重新装马桶 这个马桶呢 重新装好了 测试了 没有漏 就这样 OK 这个case呢 是在Misaga 然后呢 这儿呢 有一个马桶 这是一house啊 这儿有一个马桶 什么问题呢 一冲水 这儿就漏出水 很多 会漏很多水出来 好在这是个地下室 你看这儿 还都有水印呢 都漏这儿 都漏这儿了 所以呢 这就是 当时装马桶没装好 造成以后 会有漏水的隐患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呢 我过来 把这马桶要重新装 看看下面是什么情况 就先这样 OK 现在呢 把马桶摘下来了 摘下来了 看里面的蜡圈 这块有一块 这块有一块 在马桶底下呢 肯定是 蜡圈很薄 所以呢 这就应该是蜡圈不够 长期的话 然后人坐在上面 可能会有 会有一些洞 一动的话 然后这马桶呢 又没有拧紧 然后那慢慢慢慢的 就有一些缝隙出来 然后水呢 就从这缝隙呢 漏出来了 你看 漏在地上 都是 对吧 好 现在重新装 OK 现在呢 确保 冒一湿呢 我呢 放两个蜡圈 这样的话 就不会 再容易漏了 或者说 很稳固了 就 就这样 再有呢 现在把这一块呢 清洁一下 很难清洁 都 硬硬的 不好刮出来了 试试清洁一下 好了 现在呢 清洁干净了 开始装 这么高 肯定没问题了 现在装好了 准备试水 像这种马桶呢 你看这个牌子 像这种马桶呢 它这个拧呢 是这种的 用手拧的 好拧 不需要工具 但是手劲没那么大的时候 可能就拧不到位 拧不到位怎么办呢 那么这样的话 等着试完好水 然后调整水平之后 然后 那么就把这一层确定 确确实实不漏水的话 把这层呢 打上玻璃胶 以后呢 就肯定稳了 那么这个呢 如果要是没拧到头 那么这个以后呢 会晃 一晃的话 就有可能会漏水 所以说漏水呢 可能出于这两个点 造成它以后 之前这个 造成它之前这个漏水 这是我的分析 好了 现在呢 防水胶 已经打好 这个马桶 做事过了 哪里都没有漏 就这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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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